福建赴浙江腾讯体育11月3日去,2018-193季CBA第七轮比赛开打,福建坐镇主场迎战浙江,福建天下前山东外人杰特,代替受伤的史密斯,王哲林复出,第二场状态回升。 大场福建领先,第三阶风云突变,浙江反超比分,最终福建在主场以114比122负于浙江,三连省被终结,同时送给对手三连省CBA辽宁三十一分进取818426加7,郭艾伦四分本场数据,全场比赛,篮板44比46浙江略胜一筹,助攻19比11福建领先,15控制5-6福建略合。 投篮命中率43%-54浙江占优,三分命中率31%-29福建领先,球队数据上,福建王哲林32分12篮板6助攻, 米克尔森20分14篮板2助攻,杰特27分4篮板5助攻,浙江方面邓蒙34分5篮板4助攻,吴谦29分5篮板3助攻,汉斯布鲁26分新篮板。 本场最佳,邓蒙34加5加4帅对宁选取三连省,这将小来源邓蒙本场比赛延续了开赛以来的出色发挥。 本场比赛砍下34分5篮板4助攻,命中问三级三分球,在球队半场落后6分的情况下第三节爆发,单级砍下是9分,带对宁选取胜赢的三连省。 本场焦点历史数据本场过后,福建与浙江共交手35次,福建对立15胜,20副土鱼加封。 本场比赛是双方本赛季首次交封,上个赛季福建被浙江完成双杀,双方近5次交手,浙江以次胜一副战址上风。 杰特福建首秀27加4加5前山东外人杰特迎来福建首秀,顶替受伤的史密斯出战。 全场比赛杰特砍下27分4来般5助攻,表现中规中矩,上半场杰特川林作用较明显,还在首节命中压少三分。 但下半场表现略停庸,最终福建被逆转,王哲林状态复苏32加12大号两声由于没能通过体测。 王哲林在联赛上一轮才上场比赛,复出第二场,王哲林打出上架表现,高效得到32分12篮板,外加6个助攻,展现出优秀的侧应能力。 浙江单节竞胜16分半场,结束是浙江,还1616比58落后。 第三节结束后,浙江小白元邓芒发挥出色,无前的国内球员也有上架表现。 浙江第三节单节拿到38分,竞胜对手16分,完成反超。 比赛回顾首节比赛,浙江赢得跳球,尼克尔森篮下的首位球对手开记录,王哲林连容两球,无前靠防球和三分连得5分,开局浙江已是比九领衔,尼克尔森三分。 随后两队多次进攻不中,王哲林两把权重打破将军,邓芒两把权重,18比17双方比分继续将持,福建内线连续打出配合,浙江和连续冲击篮下,福建新元杰特压上3分,首节福建以33比28领先。 次节比赛,两队都起用双外援,尼克尔森三分,汉斯布鲁包扣,杰特打成2加1,福建以39比34领先,黄毅超反击上篮打停浙江,双外援发力,浙江打出一波7探2,王哲林连得6分止血,杰特反击跳投福建以51比41领先这两位数,浙江冲击篮下连得4分,福建暂停, 无前抵达3分,邓蒙打成2加1,浙江追至59-56,双方依旧焦灼,浙江教练组持的一技技术犯规,浙江总经理与裁判发生争执,蓝俊豪拦下压哨打中,半场福建以60流比58领先,一边在战,双外援发力,蓝俊豪三分也有,浙江一波7道0打停福建,王哲林突破上篮直血, 无前突破上篮直将追至72-72平,陈林坚命中3分,无前突破上篮,邓蒙急停跳投,浙江以75-76反超,邓蒙与杰特对标3分,比分19-10,邓蒙连得5分,三截战暴直将以88-96反超比分,最后一截,杰特命中3分, 浙江靠罚球许分,邓蒙发生跳投,陈林坚射箭单分,96-102浙江保持领先,王哲林率队打出一波热杠零,浙江暂停,暂停回来,汉斯布鲁打撑2加1,王哲林狼笑还有,随后双方陷入得分荒,江凯自投资场打将, 胡龙茂两发全中,来自豪连得5分,浙江以106-116领先10分,杰特命中3分,但为时已晚,最终全场比赛结束,福建在主场114-122富裕浙江,三联省被终结,同时送给对手三联省,双发首发福建,尼克尔森,王哲林,陈林坚,黄一超, 西亚台浙江,陈帅鹏,张大宇,朱旭,杭,吴贤,邓蒙下轮队正常规赛第八轮,11月6日,福建将客厂挑战广东,同时浙江也将赴客厂挑战山西,梅柔